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2月8号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陈主棋 今天晚上新闻重点依然锁定在花莲 地震灾后的救命现场 现在已经是灾后的第43个小时了 距离黄金救援时间还有一段时间 今天晚上花莲的气温是14度左右 下着毛毛雨 所有的搜救人员不放弃任何一丝的机会 还在跟生命赛跑 今天的新闻当中 我们将从搜救以及救援各方面来为您报道 今天的救灾重点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看到的是 云门萃蹄的现场 因为呢 罹难人数在刚刚大概半个小时之前 增加为第10人 这第10位罹难者是一位 菲律宾籍的女性外籍老公 她的名字叫做Melody 就在刚刚发现了她的遗体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在外场的记者 黄逸杰 梁家明 请逸杰来为大家报道 逸杰晚安 好的主播 我们持续守候在云崔大楼的现场 那搜救是在刚刚五点半左右 有了最新的进展 27岁的飞机 一共是回报找到了 但可惜已经不幸罹难了 消防人员跟我们表示说 当时发现的时候 是在七楼的衣柜夹城当中 大约花费了半小时接触到后 确定没有了生命迹象 而目前正在把湿袋和单架运上楼 要护送大体出来 而目前根据花莲災防中心六点的资料统计 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了10人 现在就只剩下七名漂亮人生旅社的旅客失联 而在下午的时候 日本消防厅也支援了最新器材 要来投入搜救工作 我们先听一段稍早前的访问 搜救工作是相当的累 现场瓷器志工们也是在一旁 帮忙加油打气分送食物 下午也带了好几箱的福惠粥 跟国军弟兄们结缘 我们再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那今天是我们地震后的第二天 那我们整个花莲区整体是整体动起来 那包括我们的云翠大楼这边 包括我们的中华国小 也包括我们的体育场这边 我们都分别来动员能力 那在云翠大楼这一点呢 我们主要的人力是提供我们的救难人员的一些安置 就是安排他们的饮食 还有他们因为天气冷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暖暖包 或是我们的火箭炉 那他们累了需要休息 所以我们有福惠床 那我们也提供福惠桌椅 毛毯等等 来协助我们的救难人员 希望他们在辛苦的救难工作之后 能够在体力能够得到一些缓解跟休息 那包括热食等 我们是无限量一直持续性的供应 还有姜茶 咖啡 可口 五穀粉等等 所有我们能做的 我们尽力来提供 那希望这一次的災难能够尽快结束 那我们的收救任务能够圆满达成 陆叶松救工作不停歇 剩下失联的七人 五人为大陆籍 两人是加拿大籍 鱿鱼都透过网站订房 旅适老板也无法确认 他们是否有入住 图木器室工会则跟我们透露 目前已经从三楼往下打穿 接触到了床体 但没有任何的发现 接下来会持续扩大搜索范围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把时间还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黄一杰和梁家明 在云门摧蹄的现场 为我们传回来的最新状况 除了国军弟兄的搜救之外 今天慈祭志工的动员 稍后我们也会有详尽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 重点其实包含了四个面向 第一个是安置点 因为现在总共有三个安置点 包含了中华国小 花莲小巨蛋 还有慈祭的全球志工疗房 安置点的状况如何 居民今天晚上还要在这里 度过灾后的第三个夜晚 稍后有相关的报道 还有善后的状况 就是接下来可能还有余震 我们如何让现在的围楼 能够尽快地把它清空 也许今天晚上开始就要展开开挖了 还要告诉您搜救的最新进度 因为现在所有失联的七个人 都集中在云门翠堤大楼 因此搜救的大队人马 现在都集中在这里 进行搜寻的工作 当然慈祭震灾 也是稍后我们报道的重点 接着我们还要告诉您的是 有关于这一次的整个搜索动作 可以说是精锐进出 来自全台湾 超过20个搜救队伍 都已经进驻到花莲 就是希望在如此困难的搜救情况之下 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生还的机会 往前走一步就向后划一步 在无拘无束大楼内 搜救队员只能用手撑墙维持平衡 没找到生还者 不过搜救队却带出一个衣篮 里头有只受困的猫咪 每条生命都不放过 还有云门催堤大楼的搜救 大楼倾斜超过30度 有人扶着墙 有人顶着门 合力要撬开变形的铁门 屋内物品东倒西歪 这状况已经算好的 楼下的漂亮生活旅店 面目全非 只剩下10块 在205号房 搜救队员再找到一具遗体 确定是陆克伟家 他和两名友人入住旅店 现在三人遗体都被巡获 但救难队员还不放弃 要努力到最后一刻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目前花莲县政府有两个安置点 一个是在中华国小 另外一个是在花莲的小巨蛋 也就是体育场 而第三个安置点 则是慈济所开放的全球志工疗房 今天我们要陆续带大家看 这几个安置点的状况 首先来看到的是 中华国小附近的这个地方 很多的居民住在这里 这个夜晚对他们来说 是相当惶恐的 慈济志工是24个小时的陪伴 而且有很多慈济大学的学生 现在虽然是放寒假期间 在老师的号召之下 他们也当起了志工 希望能够陪伴受灾的乡情 失联了一天多的时间 慈济志工苏芳玉 怎么也没想到会在中华国小 找到这个首席的身影 我有这个心 要找他 自然就给我碰到他的 苏芳玉口中的他就是身旁这位91岁的阿婴阿嬷 因为担心余震 他和看护来到安置中心站住 没想到也巧遇长期关怀他就像女儿一样的志工 这里是花莲中华国小 地震受灾民众其中一处安置点 慈济志工设置资源回收点 正在放寒假的慈大学生 在老师的带领下近一己之力 他们主要就是一放系的学生 跟护理系的学生 寒假本来就是都留在学校 做志工 还有从事一些相关的实验 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就带学生来关怀 来见习这样子来学习 因为我们是做环保吧 然后所以就是让所有东西可以 就是让地球更好一点这样子 灾后做一些事情 对 然后我是觉得它是有一定意义在 支援来付出的不光是慈济人 也有远从云南驾到台湾的百丽松 从社群媒体得知地震消息后 主动加入服务行列 我甚至觉得其实我们这个会发生地震 也是因为地球母亲身体有点不舒服 所以稍一稍动一动 然后我自己觉得那至少我是平安的 那我可以来帮助一些大家 就是让大家觉得心里比较安稳的一些 去能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样子 花莲地震后余震不断 仿佛大地顿足 该如何疼惜地球母亲 或许这群默默付出的志工 一用行动做了最好示范 大约新闻这是美志工 林林立徐正复花莲报道 刚才我们看到这则新闻是在这个安置点 叫做中华国小目前有288人 即将在这里过夜 而国际志工疗房属于慈济的单位 今天晚上会有310人以上 花莲小巨蛋有400多人 今天晚上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的是 灾后的第三个夜晚 在这些的安置点其实物资无余的 但是总是要从全省各地调度充分的物资 让受灾的乡亲能够住得舒适一点 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福慧床 今天慈济分别从花莲的玉里 还有宜兰的罗东 以及宜兰这三个地方调度了福慧床 前往花莲要运进安置点 中午12点接到需要福慧床的讯息 宜兰和罗东两地志工立刻动了起来 调集了93张福慧床 赶上下午3点多前往花莲的区间车 台铁配合这次的运送任务 腾出一节车厢专门放置这些福慧床 迎接这批即将到来的福慧床 花莲火车站集结了慈济大学的师生 还有置业体的职工共60多人 把所有的物资都上车 然后上车之后他们才可以 载到我们的安置点去发放 所以不可能会有两个动作 先搬起来然后放到院台 然后再搬到我们的火车上面 下午5点多终于等到 再送福慧床的火车进站了 所有人排成人龙 依序将93张福慧床搬运下来 宜兰与花莲两地志工接力 希望这些福慧床 让受灾相亲睡得更安稳 大约新闻知识美志工 纵合爸爸 至于在搜救现场 我们先带您看到这个数据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失联人数一度还有50多个人 可是从下午开始急剧的下降 到我们开播之前 现在失联的只剩下7个人了 因为其他的人 纷纷透过各种方式 已经联系上了 那么这7个人 现在通通集中在云门翠堤大楼 所以接着我们就要看 云门翠堤大楼的搜救现场 今天晚上入夜之后 搜救工作还是持续 因为大家要争分夺秒 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的冷 而且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 搜救不容易 但现在云翠大楼都锁定在 所谓的203号房 因为在这个房间里住了一家人 现在他们成为今晚搜救的重点 8号清晨 云门翠堤大楼 现时发现一名大陆籍女性遗体 搜救人员持续清除外围义务 在瓦力堆中找到失联的张正昌 他是漂亮生活旅店员工 疑似逃避不及 整个人被水泥块压在柜台前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加上受困位置深达20公尺 开挖到近中午 才顺利将遗体送出 是只有趴着的空间而已 然后我们后来才慢慢把它扩大 变成可以蹲着的操作空间 然后里面有很多大量的钢筋跟水泥块 现在搜救范围锁定203号房 要找出四大一小的陆籍旅客 但房屋结构变形进度缓慢 不过下午也有好消息传出 失联的住户友人前往现场报平安 八之十的薛祖浴 昨天我已经有跟他联络上 然后也把机车借给他 所以他人是非常平安的 估计都安全处 云门催堤大楼 虽然失联人数不断下修 但房屋倾斜危险性高 希望尽快找到所有人员 在地毯室搜索后 直接进行大型机具开挖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在后43个小时以来 在花莲地区的慈济志工 可以说是全体总动员 希望在衣食住行 方方面面的都能够给灾民必要的援助 在今天的动员数据方面 我们提供给大家 今天提供从早餐午餐到晚餐 一共1877份的便当 另外还有祝福慰问礼 总共135户 今天在花莲地区动员的志工人次 就超过了1246个人 福慧床我们刚才看到送进的是 651床 毛毯1440条 热食有5000多份 这些都是民众在各个安置点 他们必须度过这一天所需要的物资 而今天志工也从凌晨到现在 陪伴在乡亲的身旁 花莲火车站将近150位志工 车厢里 月台上分工合作 在台铁通融安全无余前提下 常常人龙扛物资直接穿越铁轨 效率加快 金社法师辞济教育体系学生全投注 不分年龄 无关身份 我妈妈说小心就好 然后她说现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你一个年轻人 本来就去帮忙 我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地震 然后有一点怕 林奇罗从非洲来台湾求学 地震后的害怕用复出填满 从白天到黑夜 住进安置中心的居民和旅客 始终惊魂未定 有人因为害怕坚持睡门边 方便逃生 金社法师帮忙铺毛毯 也体贴关上门挡冷风 还有一家三口外国人 志工协助把两张扶惠床 合并成简易双人床 你去帮你拿被子 两个被子就够了 从早到晚 热腾腾的食物供应从没断过 好温暖哦 冒着大雨 帐篷区一一关怀 镇炎上人慰问信和慰问经 随温言暖语直送三清 现在我是在那个阿关那边 阿关那边就在 在这一次的十位罹难者当中 可以说是各个都有一个家庭 在背后的故事 子继志工除了发放这些粮食 还有这些必要的关怀之外 还有一个更沉重的任务 那就是要替罹难者助念 其中在今天清晨发现的 第九位罹难者 他的名字叫做江振昌 他本身呢 是这个漂亮生活旅馆的柜台人员 发现他的时候 他是趴坐在柜台上 被瓦力压住 当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0206地震第九位罹难者江振昌 在8号上午约11点28分 在云门催堤大楼被消防人员运出 送往殡仪馆 在家人心中他是爱好自有的人 人生最后却被困在大楼里永远长眠 让家人相当不舍 接到这二号的时候 我们就是悲伤难受 就是想去把他借回来 然后就是很感谢那些救难人员 对 极力的把我爸爸抢救出来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此季禁私禁设法师与志工 也到殡仪馆慰问关怀 安住家属的心 这个无常什么时候要来都不知道 前程改制 保重 他们感到 64岁的江振昌 在漂亮生活旅店担任夜班员工 大约一年多的时间 同时也是风川派出所的疫警干事 在伙伴心中是热心尽责 大家都不舍失去这样一位好大哥 疫警干事当然很久了 他蛮热心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 非常尽职的一个干事 真的不舍的一个人 人生无常 疫警伙伴家属都来到殡仪馆 希望能好好安顿江振昌的后事 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大约新闻 谢云商 邓明仪 花莲报道 过往许多人曾经开玩笑 说花莲人是不害怕地震的 因为地震的次数实在太频繁了 但是这一次的强震 却让花莲人自己也都胆战心惊 因为从主震之后到现在 总共历经了200次以上的余震 最大规模还超过5 那么专家也表示 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大规模的余震要发生 因此花莲的很多乡亲 在这一次的受灾之后 产生了心理的创伤 花莲慈祭医院就特别成立了 24小时的安心专线 会有医师和心理师来接听电话 同时也派驻到各个的安置点 必要的时候提供医疗服务 正在镜头前 魏太太说出这几天的心情 就是满满的感恩 因为当初魏先生为了治疗中风病情 到花莲慈祭医学中心就医 而6号地震发生当天 她被困在统帅饭店 被同样是受灾的女士救出 地震过后 许多民众身心饱受极大压力 花莲慈祭医学中心 特别设置安心专线 由医师与心理师 提供24小时咨询 同时成立安心门诊 只要是灾民的身份来就诊 我们大概都有一个 优先看诊的服务 也提供部分负担的优眠 让民众在接受看诊的时候 可以很放心 不要有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压力存在 0206地震惊动全花莲 截至8号晚间6点 花莲慈祭医学中心 总共收支了123名伤者 其中12位住院这楼 医疗团队用爱与专业 来密评伤者身心伤痕 当然新闻 花莲综合报道 中央在韩应变中心 包含了指挥官总统蔡英文 还有国防部长冯世宽 今天都到了花莲 广世宽 国防部长冯世宽在访试花莲的行程当中呢 来到了慈祭的服务中心 了解了慈祭所提供的环保茅坦 可以让民众有预寒的这个功能 表达了他的感恩 同时现场他也捐款 表达对于赈灾工作的一份支持 好地震发生到现在的43个小时 整个搜救的进度没有停歇 而慈祭志工的后勤补给角色 也在这一次充分的发挥了 正眼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提到 在这一场的地震当中 要为搜救的国军弟兄 还有特搜人员加油打气 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 在抢救生命 同时也上人也期待 大家能够戒慎前程 共同来为花莲的相亲祝福 天地为力之大呀 瞬间可以让整栋大楼这样的 就陷下去 上面在救人很危险 那现在里面的人 的确那度分秒 如度脸一样的紧张的苦 救人的人真的是很危险 刚刚我们看到了 像这样的救人英雄 我们真的要喝采 真的要打从内心的佩服 我们的救父 我们的医师 他们很紧急 车一到人就爬上了 这样的推床里 一边有的人在推 医师在秉定的开心 一再叫做抢 抢救 毫秒 都在抢救 众生已经累积了 很多的业力 工业呀 现在 这样的工业非常地严重 已经造成了浊气很重 已经造成了气候的极端 四大的不挑 总是人生无常 那我们人人要提高警戒 所以这圣前程很重要 确实历经了这个夜晚之后 大家对于人生无常四个字 已经有了深切的体会 今天在安置所这三个定点 有上千人即将在这里过夜 蔡英文总统稍早也到了花莲小巨蛋 来探视灾民 我们的记者雷亚和这个叶宜林 在花莲小巨蛋的现场 我们请两位记者来告诉我们目前的状况 雷亚请说 所以主播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花莲小巨蛋 你可以从镜头当中看得到 现在小巨蛋收容的民众 其实比昨天又更多了 根据统计呢 大概多了将近150位 现在人数到达了将近500位 因为从昨日开始呢 余政也是不断不断的 让民众是非常的紧张 因此呢 有许多团体也都陆续的进驻 小巨蛋来给予资源 慈激志工呢 也坚守岗位 那我们也访问到了慈激志工 来讲一下目前 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给予灾民呢 因为这一两天余政不断 然后这边的乡亲呢 都一直涌向小巨蛋来 那我们今天也增加了 91床的福慧床 然后金色的师傅也慈悲 也陆续增加了450份的热饮 提供给乡亲们使用 这样子 谢谢 谢谢师兄 同时呢 除了慈激志工坚守岗位之外呢 也是准备了许多的毛毯来到现场 希望能够让灾民暖暖身子 除了各团体进入之外 蔡英文总统呢 也在稍早来到现场慰问灾民 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呢 总统是一个一个弯下身子 倾听灾民的需求 而且他不只来到小巨蛋 他也到了中华国小来慰问灾民 倾听他们的心声 同时参与了热食的发放 蔡英文总统再次强调 关于救灾行动将要全力的配合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我们将时间镜头交换给主播 好的 谢谢雷雅为我们报道 在小巨蛋的状况 看得出来 今天晚上即将住在这里的人数 真的是变多了 其实小巨蛋里头 有来自各方的物资集结 因此灾民不管在用餐 或者生活用品方面 应该都是安全无余的 数量也非常的足够 但是今天下午在脸书 发出了一则讯息 他说在安置点 似乎预含衣物是不够的 这一次脸书 确实发挥了救灾的功能 花莲地区的慈激职工 看到了脸书的这则讯息之后 立刻在两个小时之内 就集结了厚重的外套 还有保暖的袜子 送进了安置点 这是在脸书上 受灾的花莲乡亲求助的讯息 他们需要保暖的衣物 两个小时后 慈激职工立刻将全新的后衣 暖袜亲自送到 各种尺寸 男生女生都有 周十多岁的阿婆 也带着期待而来 我都搭了 有袜子 好看啊 好看啊 好不好 试试看 有没有七个连水 大家东挑西选 就是不想让她失望 对对对 我们赶快 拿到旁边去试穿 拿到旁边去试穿 可以就带走 终于有了笑容 可惜的是 尺寸却不合 职工再找 终于让阿婆穿上合适的后衣 她迫不及待 展示给大家看 多月来的阴霾 终于有了开心的笑声 不忍相亲受难 敬思惊涉师傅 温暖人心的话语 一如后衣 贴近灾民的心 一如都没带出来 没有啊 对啊 没有人有带衣服啊 大家都 对啊 谢谢啊 阿山今天给你 给你点地贴金啊 要去买几件团 好 怕没 现在 现在够一个重要品 大海新闻知识美志工 郭庆斌 李承泰 陈荣卿 花莲报道 好 关于花莲的震灾 我们看看接下来 还有哪些的新闻重点 接下来为您报道 包含了花莲人也会怕的 因为很多人出现了 心理的创伤 对于接下来可能的余震 感到惶恐 还要关心的是 这一次的地震之后呢 余震还要来 有一些防灾知识 在网路上流传 但哪一些才是正确的 一起教导给您 另外还要看到的是 311情谊 让日本人对台湾有特别的情感 这一次透过手下安倍晋三 亲自写了毛笔字 要跟台湾人说感恩 为灾民祈祷全球同一心 因为包含了国际媒体 BBC CNN 通通有记者进驻在花莲 希望共同为受灾的乡亲来祝福 另外 城大所研发的3D媒体 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看到地震后的围楼 同时也透过科技 来协助救灾的工作 好 经过了这一个夜晚 很多人说自己的人生 变得不一样了 中国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也许大家更懂得 珍惜生命的可贵 我们要看这群学生 在仁德的医护学校 他们在毕业旅行的时候 来到花莲 就入住了饭店 结果饭店倒塌之后 他们集结起来 在第一时间逃出了饭店 其中最感人的是 学生逃出来了 但是老师受困在自己的房间里 这个时候学生用自己的身体 硬是把门给撞开 救出了老师 班导师黄如君情绪激动 死里逃生力竭归来 再度看到学生谢明祥 忍不住抱住他 苗栗仁德一专前往花冬毕业旅行 四天活动才进行一半 入住统帅饭店遇到地震 我打不开我就说后退一点 离门远一点这样 失生21人加上导游司机 摸黑在走廊上奔逃 往下的楼梯却不见了 又看到窗外的树高度不太对 惊觉整栋楼塌陷得这么严重 水管破裂走廊变形 只好从窗户攀爬到隔壁的屋顶脱困 同学们还协助30多名外籍游客顺利逃出 虽然四天毕业旅行提早结束 但此刻能活着已经是最好的礼物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确实活下来的人要面对可能灾后的心理创伤 因为从围贯大楼921这一阵到现在 都有很多受灾的乡亲 虽然是历劫余生活了下来 可是心理上的创伤却久久无法抚平 精神科医师告诉大家 灾后的两天会历经所谓的急性混乱期 这个时候大家情绪非常容易崩溃 比方说生气 易怒 大吼大叫 或者流泪等等 都是急性混乱期可能出现的状况 而在灾后长达一个月 会是所谓的沉淀期 要慢慢的让心情平复下来 这一个月的时间 乡亲们最好都有人陪伴比较安全 强战后两天 民众还没脱离惊慌 甚至有可能出现哭泣 大吼等激烈反应 其他有精神病史或创伤记录者 这时也很容易情绪不稳 亲友一旦发现异状 最好能尽速陪伴就医 失去自我的感觉 好像自己也不是自己疏离到 甚至到麻木的感觉 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混乱期 这种人他如果慢慢沉浸下来 有机会就会比较回到正常 医师分析灾难过后会出现急性混乱期 情绪最常失控 接着是过度警觉期 会出现说话变快 噩梦连连等症状 两周后到一个月期间 则是沉淀期 容易有悲观负面的想法 或是自我封闭起来 卫福部也将启动心理关怀机制 统计目前花莲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师 共有将近200人可前往第一线 职能治疗师也号召全国大动员 同时注意到救难单位及医护人员 必须帮压力找到出口 提醒心理较敏感族群 灾后减少接收相关讯息 避免反复刺激引发忧郁 灾难发生之后 更看到台湾民众上下一心的团结 因为大家用各种方式 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接着我们要呼吁您 如果您是一位合格的捐血者 请您踊跃捐血 因为现在从花莲到台北 血库是非常的欠缺 症灾伤患紧急被送往医院治疗 花莲地区血液库存量 主要由台北提供 但目前平均只剩下4.5天 欧型血更只有4.2天 一旦需要大量用血 北中南东都得紧急调度 如果库存量不足的话 台北会直接利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 包含公路的运输 或是飞机的运输 把它送到花莲捐血战区 捐血加油 小朋友热情加油 在捐血战里 还是有许多民众不怕低温 挽起袖子 只希望震灾时期 血液供给不会中断 地震嘛 然后台北的血都送往花莲了 然后太太说赶快来捐血啊 如果可以帮助的话就加减嘛 以全台来看 血液库存量合计6.2天 距离7到10天 安全库存还有段距离 预计过年期间还会更吃紧 呼吁民众及时捐出热血 拯救宝贵性命 戴新闻蔡林柯幸志 台北报道 不只是台湾上下一心 来自国际间的关怀 也分治踏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用中文书法写下四个字 台湾加油 这想当然而是扣合回了311的时候 台湾援助日本的一些情谊 现在很多日本人都在关心花莲的乡亲 而全球各地的媒体 包含了BBC CNN等等 也派员进入台湾 随时掌握救灾进度 路透社报道 社区媒体民众拍下强证的破坏力 美联社和中央电视台 拍摄最让人揪心的灾难现场 经过搜救人员以及相关的土木工程专家的紧急会商之后呢 他们商量出了一个新的搜救的方案 那就是在大楼的顶部进行一个局部的破坏 这样呢能够让搜救人员直接从顶部呢进入到大楼的底层 倒塌大楼的底层就像被压扁的三层蛋糕 全台湾人的心跟着救援人员在残砖碎瓦 裸露刚凉中上下起伏 法新社走进了花莲小巨蛋 记录在后民众平静的片刻 百姓为许叔妹编辑 专家不断呼吁大家还有余震 还有余震 所以地震中的防灾常识您不可不值 包包一定要这种 就是你可以随时背在背后的 因为你到时候手上可能不方便拿东西 从避难包里头拿出避难物资 尽管不是应有尽有 但谢小姐说 每一样物品都能在逃生时发挥最大效用 最重要是要放哨子 就是如果在你需要别人来救你的时候 然后你可能没有力气去呼喊或者什么 所以有一个哨子应该蛮有用 除了哨子像是手电筒 轻便雨衣 手套以及证件影本 医疗用品 而最不可或缺的干粮 矿泉水 全是避难包的必备物资 那这个紧急避难包我们原则上是 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的人一个人要有一个 当你判断在这个地震当下 如果说建筑物的结构已经就是有问题了 必须要跑出去的状况之下 就要准备我们的这个 就要拿着我们的避难包跑出去 但地震来得又快又急 民众多半都是在逃生时受伤 消防局建议平时先把大型家具固定 才能减少伤害 实际将两组模型试验比较 有固定的家具遇上震动依旧是稳固安全 而另一边早就东摇西晃乱成一团 像是大型的衣柜书柜 或者是有玻璃门的 那冰箱或者是说床 电视柜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实现做固定 那这样的话在摇晃的过程当中 其实里面的家具就比较不会去挤压 或者是说撞到人 遇到地震的第一时间 提醒民众应该就地避难 躲到坚固的桌子底下做掩护 并且保护头部 远离窗户和掉落物品 才能避免受伤 大一新闻 李建宽 台北报导 成功大学则研发了3D模型 看救灾进度 空拍机360度拍下云门翠堤大楼 但救灾得看得更仔细 看看这3D模型 不论要仰角还是俯视 都可立即查看 陈大测量系教授饶建有 地震后第一天就靠着网路上的空拍影片 截取出100多张照片 快速制成3D模型 作为救灾参考 更能测量出体积及倾斜程度 大概量测大概30度左右 三度空间的资讯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长度角度 或者是说体积的一些测量 教授把渔门翠堤 跟统帅两栋大楼的模型上传 还提供救灾人员咨询 正在测量防止楼塌的支撑土方量 原来两年前美农大镇 台南多处楼塌 他就快速做出了3D模型 这是其美医院的 然后看到的分配 对 救护站位置动线一清二楚 如今他再次运用台南经验 协助救灾 只希望花莲能快快复原 大海新闻 陈一真 陈立伟台南报导 接着一起来关心天气状况 大家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天气跟昨天比较起来 真的是有比较明显回暖的这个感觉 虽然说早上跟晚上还是比较偏冷 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 那么明天的天气的话 跟今天比较起来还会再更稳定一些 也建议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这个明天的天气如果有大扫除的话 其实是可以把它安排在明天 我们从这个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首先来看一下白色的气流线图 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是转成有点偏东风了 原本都是偏北风 比较冷的这个天气 那么偏东风之后 就是比较温暖的天气 同时在西半部地区因为是被风测 所以也会有这个温度回升的感觉 会比较明显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 质液温差还是会比较明显 比较大一些 那么从这个云路上面也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附近 在今天的云量已经变少 水气在变少当中 所以今天的话相对来说 比昨天比较起来 这个降雨趋势已经明显缓和不少了 那么预计明天的水气还会再更少 接下来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礼拜六的时候可以看到 有一道风面云气 很快的会通过我们台湾 但是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台湾上空的水气 这个颜色并没有太明显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这一波风面的移动速度比较快一点点 另外就是水气量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礼拜六天气是有一瞬间会突然 是会变成比较不稳定一些 但是持续 这个不稳定天气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久 大概很快的风面云气通过之后 北方的强冷空气 就会南下影响到我们台湾 那么接下来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 都会是比较干冷的天气 那么这一波的话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是有机会到达寒流的等级 我们从冷空气的位置上面可以看到 礼拜五的时候冷空气还在北方 但是很快礼拜六就会慢慢的南下 影响到我们台湾附近到礼拜天 礼拜一的时候这个升紫色 就来到我们台湾这附近了 所以这一波寒流影响时间 从礼拜天开始 礼拜一升到礼拜二 到礼拜三的时候 这个冷空气才会逐渐北台减弱 所以这个礼拜 其实要特别注意就是礼拜六的下半天开始 封面南下之后封面后面冷空气 也影响到台湾之后 这个天气转变会比较大 不只是这个天气从比较湿冷 变成比较干冷之外 温度也会比较明显往下降 目前来看的话 有可能西半部空旺地区有机会 会下降到只有8到9度而已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一波这个温度的转变 接下来未来四天降雨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水性量都不是很多 只有礼拜六封面云溪南下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局部的短暂震雨 云量也会偏多 但是很快礼拜天到礼拜一 就会转成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了 就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会有一些地方 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但是跟昨天比较起来 这个下雨的趋势 已经会明显地缓了不少 要特别注意的还是低温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低温 大概是在13到15度 在西半部 东半部也是类似的情况 那么在明天各地的天气可以看到 其实几乎都不太会下雨了 只是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要特别注意的是日夜温差 低温大概是13到16度 但是中午高温可以看到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可以来到20度左右 南部跟东南部 甚至可以来到22到25度 所以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提醒大家早速晚会 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 接下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可以把握礼拜五 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 雨是缓和而且会有回温 但是还是要注意 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 礼拜六封面云西南下之后 会再转成有雨的天气 不过这一波水性量不算是很多 到礼拜天寒流暴到之后 就会转成干冷的天气形态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性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全球新闻 感恩您的收看 今天入夜之后 花莲的搜救工作还会持续 让我们一起还是为诗莲的 还有花莲的乡亲们 献上衷心的祝福 在今思中感恩 我的信念充满前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